最末年中人心浮动的时刻 宗教是最可靠的依靠 佛光山特别在农历年前举行论坛 三位由台湾来的自身佛光会成员 在1月14号在东京佛光山 以生命的转弯处为题 和佛光山信众分享自己信奉人间佛教之后的人生变化 我们都有佛光会 像你们这些都佛光会 东京佛光山请到的三位资深佛光会先进 不只是信仰虔诚 他们也用手法来经营事业与家庭 都是非常成功的佛光人 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胡丽慧 在听到新云大师人间佛教的演讲之后深受感动 不仅自己皈依 也影响丈夫成为同修 虽然有年迈的公婆父母需要照顾 但是他仍发愿担任佛光会义工 请佛陀护持家中敏耐的长辈 因为他告诉我们 凡事必有因才有果 他告诉我生命是永续的经营 不是这一次就结束了 大师在人间 你看人家 他在人间 在一个 就是一个光 就是那个 一个经验馆 他演讲 我听到了 我还有机会能够学佛 所以人间佛教是在我们行住生活中 无处不在 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的信仰 只要你自己能够尝到寺院来 然后会尝尝自己的回向 那你知道生命是有序的经营 万万带不去 我有夜随身 钱过用就好了 如果你自己的经济 你的羞耻能够带领你的家族 带领你自己 把你的生命更有意义 带到你的来世 同样是讲师的周学文 在大学时接触到人间佛教 虽然后来到美国 摩门教的大学留学 仍未改宗 回国后创业无进展 因为母亲的一句 因缘不够而顿悟 投入佛光会工作 事业也获得进展 甚至得到经商奖 后来工厂遭遇大火 成为他生命的转折 他接下地方佛光会长职务 工厂不止重建顺利 营收更超过火灾前 这些他都归因于菩萨保佑 让他更投入人间佛教的推展 其他的宗教 这个世间的所有其他的宗教 都是劝谋为善 都很好 但是大师告诉我们 这个宗教还是跟我们在学校有关系 有些宗教它可能是小学的程度 有些宗教国中 有些宗教高中 有些是大学 那我们佛法 我自己认为 我佛法是好像博士班 他在博士后的研究是一个最完美的圆融的 他可以包容这个世间的一些宗教 当然我们不要去侵蚀人家在学国中 高中后 我们不要侵蚀他 因为他这一辈子的姻缘就这样 等他 我们尽量给他介绍 让他有接触魔法的机会 刚才跟我们讲 有魔法就有办法 那接下来 我就这个特别的姻缘 我就是 其实对我来讲 让我来重新解释自己的小夫人 不要一直在这个世俗的 一直去赚钱 一直觉得很麻 这个靠着魔法的信仰 还有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 我靠着大师教个人 平常要去广结善业 真的很重要 平常广结善业 在火灾发生那一年 所以我过去十几年 我帮助的人 通通回来帮助我 所以我能够很快的 再发生 后来因为这个火灾的姻缘 他看我们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信仰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怎么这么好 怎么发生这么大的火灾 还可以恢复这么快 后来因为这个特别姻缘 很多银行的这些 包括我们的会计师 都来加入我们的火光卫 都来结束 所以他们为什么一个宗教的信仰可以帮助这个公司这么赚钱 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监视陈秀卿是因为母亲是前程信徒 自己也以建立浮化家庭为目标 所以妈妈听了大师的开始以后 霍兰开朗就跟我们的祖物说 这个烧金子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从此就没有烧金子了 也不求神问博 也就没有看日子 也没有看风水 也不看地底的 就这样子跟随了大师 那真的是妈妈是可以说是我们子女中的一个大善知识 她常常教我们要以平常心来处事 要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面 她说佛法是在恭敬中求啊 要有一份虔诚恭敬的心意 学习佛陀的慈悲智慧 才能够佛陀皆心 三位见证人里面 这三位从台湾来的佛工会兄弟都用若信仰而改变 主持讲座的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 满目法师 希望大家 以前辈为学习对象 做到幸运法师的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自然能够度过生命的难关 台湾新闻东京报道 传近皆恩平等人 常会感恩大悠心 你都不怕 你去出发 谢谢大家